有机农业促进法8号立法院三读通过 农委会指出 目前有许多农友因为有机耕作面积较小 因此会参加有机验证 但有机农业促进法通过后 只要是以友善环境方式耕作 在还没取得有机资格前 农委会将纳入辅导体系 提供农机温室或有机肥料 辅导小农转型 第一个有机农业促进法 它第一个跟过去不同的地方 跟现行最大的 就是我们把农民的友善耕作的这一块 把它放到法规里面 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农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邦廊 从事有机农业的部落农友表示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有机农业法政策推动方向 但如果政府部门能够透过法律保障 将更多资源依注在有机农业厂业上 将受益良多 尤其是对冒称有机认证的产品 能够予以罚缓 我觉得这个政策也很好 好在说因为真正做有机的人 就是他们付出的努力 还有他们的心血 那个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 因为有的人就是不是有机也打有机 这样我们看到我们也会觉得 有机农业促进法融合现行第三方验证产品管理 强调产业辅导精神 并明定主管机关 对有机农业应采取辅导措施 农友也期待法律的通过 能带给有机产业实质的效益 原始新闻胡宋 底部沦岸 桃源复兴采访报导